彼得前书第三章 你们做妻子的要顺服自己的丈夫 这样若有不信从道理的丈夫 他们虽然不听道 也可以因妻子的品行被感化过来 这正是因看见你们有真洁的品行和敬畏的心 你们不要以外面的变头发戴金饰穿美衣为装饰 只要以里面存着长久温柔安静的心为装饰 这在神面前是极宝贵的 因为古时仰赖神的圣洁妇人 正是以此为装饰顺服自己的丈夫 就如撒拉听从亚伯拉罕 称他为主 你们若行善 不因恐吓而害怕 便是撒拉的女儿了 你们做丈夫的也要按情理和妻子同住 因他比你软弱 与你一同承受生命之恩的 所以要敬重他 这样便叫你们的祷告没有阻碍 总而言之 你们要同心彼此体恤 相爱如弟兄 存慈怜谦卑的心 不以恶报恶 以辱骂还辱骂 道要祝福 因你们是为此蒙照 好叫你们承受福气 因为经上说 人若爱生命 愿享美福 需要禁止舌头不出恶言 嘴唇不说诡诈的话 也要离恶行善 寻求和睦 一心追赶 因为主的眼看顾义人 主的耳听他们的祈祷 唯有行恶的人 主向他们辨别 你们若是热心行善 有谁害你们呢 你们就是为义受苦 也是有福的 不要怕人的威吓 也不要惊慌 只要心里尊主 基督为圣 有人为你们心中盼望的缘由 就要常做准备 以温柔敬畏的心 回答个人 存着无亏的良心 叫你们在何事上被毁谤 就在何事上 可以叫那污赖你们 在基督里有好品行的人 自觉羞愧 神的旨意 若是叫你们因行善受苦 总强如因行恶受苦 因基督也曾一次为罪受苦 就是义的代替不义的 为要引我们到神面前 按着肉体说 他被治死 按着灵性说 他复活了 他借着灵 曾去传道给那些 在监狱里的灵听 就是那从前 在挪亚预备方舟 神容忍等待的时候 不信从的人 当时进入方舟 借着水 得救的不多 只有八个人 这水 这水所表明的洗礼 现在借着耶稣基督复活 也拯救你们 这洗礼 本不在乎除掉肉体的污秽 只求在神面前 有无亏的良心 耶稣已经进入天堂 在神的右边 众天使 和有权品的 并有能力的 都服从了他